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它是一张看不到的成绩单 就是说它不是用分数用成绩ABCD来表达 但是它的确是一张成绩单 它有影响力 它是它不列入你的GPA的整合计算 你看大学在申请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项目 它叫你写字传 叫你有推荐信 或者说参加课外活动 你做过什么事情 回答很多问题 其实隐隐约约 它从中间找到你跟人之间的互动 或人际关系如何 那到最直接的话 就是说申请私立大学的时候 它直接给你一个面谈面试 那就是最直接 它听得到 看得到你脸上的表情 听到你的用智 浅词 你的逻辑 价值观 你的判断的准则 其实这是一个 在申请大学的一种软实力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 硬实力都是SAT GPA考试 数字学说话 可是软实力 其实就是说 你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就把你的人格特质 透过人际关系的互动 彰显出来 所以在我们ACI 今年的这个冬季的时候 其实我们特别强调 就是说一个人际关系 如果你成功的话 你学校成绩也会跟着上来的 所以人际关系的成功 就等于是学校里面 第一步迈出的成功的第一步了 可是人际关系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修炼呢 难道我应该先列出来 我自己的优点跟不好的地方 然后跟郭主任说 郭主任这是我的优点 这是我的缺点 你们要做一个cluster 然后开始来做综合评估吗 其实你讲的方法是正确的 如果说你要了解自己 你要先把你自己认定的自己 先把你的优点强项写下来 也可以写下来一些 你觉得说这里我有进步的空间 我可以变得更好 然后你可以去问你周围的人 包括家人 长辈 学校的老师 教练 你问他在他眼里 我的强项是什么 讲三样到五样 那缺点也讲这个讲三样 那么你慢慢就抓到 你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这种形象 还有定位 那从这边开始去调整 你的人际关系是对的 可是在学校里面 真的有些人是比较shy的 他是比较害羞的 他也没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一个小小的group 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也不常讲话 这样的学生们来说 那想要参加人际关系的课程 对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人际关系如果好 我们讲是说 人际关系好一个人的心情会好 那情绪会好就影响到你的这种 就包括人际关系 包括你的课业 还有说你读书的时候你可以专注 考试之前如果爸妈 如果想要做实验 你可以在莫名其妙 把你孩子讲他一顿 数落他一顿 让他有个坏心情再去考试 肯定他的成绩一定下降的 那就是反过来说 就像人家说在考试之前 你听莫扎特 这个莫扎特的音乐 听他15分钟到20分钟再去考试 因为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全身的这个细胞神经是放松的 情绪是舒缓的 所以一旦就像人际关系调好的时候 你考试成绩就变得进步就提高了 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这个经验 辅导学生去找出这些学生 为什么你成绩不好 绝大多数就是说成绩不好的人 就伴随另外一项伴手礼 就是不好的伴手礼 他就是学校人际关系不太好 跟老师 对 跟同学 或跟家人 他其实情绪在一个负面的这个情境 那人际关系好坏 有在于说跟人之间的距离 沟通表达其实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说你在夸奖别人会打招呼你的用字 或对一些事情发表你的看法 你只是讲话还是你发挥你的影响力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很深很难的字 可是你的表情是面无表情的 人就完全感觉不到你用字的意义在哪里 或者是你可以用很浅显的字 可是你的肢体表情非常多 你的笑容是一直挂在脸上的 反而让人家觉得你是非常有亲切感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所谓人际关系的黄金课程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做几个小学的课程呢 在我们ACI今年的这个Winter Bootcamp里面 我们会提供一个ACI人际关系的经典课程 这样子对家长听起来第一次听可能还有点陌生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 这个申请大学之前的一个先修课程 就是一个在面谈的技巧 改善你跟学校里的老师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课程 你会比较能够明白 所以这个课程是训练学生的这个沟通表达 包括眼神 动作 语调 声音 事实上他有点在训练你当作一个演员 你要也按照这个剧本里面塑造一个成功的形象来说话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课程 他教你演 教你讲话 训练你的口才 也训练你表达跟表演 他甚至教你怎么唱歌 肢体语言 你怎么跳舞 你怎么样做餐桌礼仪 人际关系 帮女孩子拉门 拉椅子 你怎么样穿着打扮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真正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很多学生虽然是ABC 或一别的移民学生就讲说来美国时间更晚 虽然在学校成绩不错 可是他对这种人际关系跟校园文化 跟社会上的文化是有一点点脱节跟隔阂的 对 非常了解 可是其实我也知道 在上这种课程的时候 我们的经验都是一步一脚印慢慢走过来的 就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个挫折 你跌倒了一次 你站了起来 然后你发现到原来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原来人际关系是要好好去培养的 原来人际关系不可以像撕纸一样一撕即破的 可是这一次您设计的这个课程 等于把所有这些经验谈完全累积起来告诉学生 所以学生其实等于有一个百保书一样 看到什么样的事情 经过什么样的错误的时候 都应该要怎么样吸取这个经验 好让自己更身强百倍的百读不清 对 其实这个是已经过去 我们常常利用在我们的counseling的system 就是跟学生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 告诉这些学生你跟学校的老师的关系好吗 你在老师的眼里是一个很努力 或者说很容易相处 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学生 还是你就是一个超强记忆力 考试考得很好 但是you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school the campus or the students 对吗 那这个情形之下 如果孩子自己要回答自己的问题 如果老师上课眼睛常常会 就是他的光线会看到你的眼神 你的成绩肯定不会差的 那你怎么去吸引老师的注意呢 你有在上课的时候举手发问 回答问题 下课的时候问老师 或甚至在年节的时候写一张贺卡 准备一个小小一个贴心的小小的东西 小礼物 感谢老师在这个学期 我这段时间教你 其实这些有很多 在我们常常在做consulting 都在教学生 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把这些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课程 五天的时间 从12月19号上课连续五天 但是如果你时间不太全部能参加的话 你参加部分的课程也是接受的 因为我们想说利用这个课程 改变学生在学校里面的人际关系 变得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意见跟他的感情 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到了社会之后 你在学校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这个小型社会的声音都没有被听见的话 你想想看到了大的社会之后 这么多人 人更多了 事情更多了 在这么多人事物当中 你的声音怎么样才有办法被听见 是 这些人如果说我们过去看过这些成功的学生 进到好学校拿好成绩 或者说毕业的时候有好的工作的话 其实这些学生有共同特色 他们善于表达自己 善于调整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赢得对方的好感 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这人际关系经典课程 它其实就像一个卡奈基训练的一个浓缩版本 我们也请了卡奈基的老师来我们这边讲课 其实这里面的话 很多时候家长就想说GPS 4.0 SAT考个2300 在学校里面有参加一些活动也都不错 看起来都很好 可是当你真的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发觉不见得大学一定收你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 就是说你平常你在养你自己的这个气 跟你的意念 你的想法 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的磁场 如果你说在人际关系是很和谐的状态之下的话 孩子在念书 还有他的领袖的能力 领导能力真的会被培养出来 我们知道这个学生 如果一个创造力 想象力 跟沟通表达能力 常常就是你决胜最后的关键 你成绩都已经不看了 剩下说公司要你 有没有创造力 人际关系好吗 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 叫EQ的智慧 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 如果你有 那这公司就用你 你也get promoted 而且最重要是problem solving 对 就是你problem solving 跟leadership的skill 所以这些刚刚您提到的 都是属于你刚刚所说的软实力 不过硬实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比拼开始 最基本的这个corner store 就是硬实力了 12月19号开始 ACI设计什么样的硬实力课程 可以让高中生们 再继续的再加绑进 对 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 硬实力的课程 我们还是针对在SAT和ACT 还有一个叫英文的阅读写作课程 这三个课程的硬实力 那我这里解释一下 阅读的阅读写作 它浓缩就起来 就是一个写作课程 但是写作之前 有很多的阅读的东西 要做处理 分类分析对比 那从中间做一个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 让你从读文章的时候 激发你对事情的理解跟看法 整合出来 这才是写作 其实很多人以为写作是重点在写 其实写作是重点在推理 在逻辑推理 在思考 在明辨一件事情的真正的本质 就是说文章写得好不好 如果一个事情你也看不清楚 讲不明白 那就不要谈写作了 你只把一大堆letter的字母 放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你放了一大堆文字 可是读完了 一个人没有感觉 没有感受 那你这个文章不算成功 那所以写作能力好的学生 他通常整个学校成绩都会进步 那写作能力最重要是从六年级开始 六到九年级 完全要下功夫培养写作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硬实力课程 第一个就是PSAT的核心课程 核心写作课程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课程 要推荐给我们的学生跟家长 一个是就现版的SAT的课程 这个蛮重要 就是在明年1月23号2016年 他是现在这个SAT考试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就是说现在读11年级的学生 如果你已经开始准备SAT 或你已经考过SAT的话 你抓紧最后这次机会 能够能拿到一个好成绩 很多人都还没有开始准备 他们还没有这个实力 如果你经过我们这个一个 Winter Bootcamp的SAT的训练课程 其实在去年很多学生已经超过350分 就两个星期加两个周末 这样子时间他们就可以进步300多分以上 平均是300分的进步 平均是300分 所以只要用上两个星期 再加上两个周末的时间 就可以上ACI的Winter Bootcamp 然后就可以把SAT的成绩 至少boost up300分以上 对我们在这段时间 帮助学生过去进步的时间 其实平均是进步300分 但很多人都超过350分的进步 至少有300到350分 所以在这一节的天下纵容谈里面 郭鼠仁告诉我们 其实一个学生的软实力 跟硬实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软实力可以有人际关系的课程 帮他慢慢提升 而硬实力也可以有两个星期 加上两个weekend的这样的一个boostcamp 把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分数 好好的把它提升回来 在下一节的天下纵容谈里面 郭鼠仁要继续告诉我们 其实Winter Bootcamp还有其他的课程 到底有什么样的课程 待会告诉您